当我们的孩子出现腹泻的情况之下 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判断 这个状况我们得立即去医院 还是说没事 在家里挺一挺 咱孩子就能过去了 我们问一下老师 我们什么分辨 好不好 我们说腹泻的话 首先是看孩子大便的情况 孩子饮食的情况 我们说的腹泻的话 一定是在它原来的基础之上 出现了大便性状的改变 而且大便次数的增多 这才叫腹泻 那像我们吃母乳的孩子 大便也是新糊状的 一天甚至也拉可以三五次 但是孩子没事照长 这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他同样吃母乳的孩子 他拉的大便比平常要明显的稀 而且有很多水 虽然拉的也是五次 但这也是属于大便性状改变了 孩子一旦出现了腹泻 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 一个是要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这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孩子有点发热 但是他精神状态也挺好 这个就允许你先观察 另外一个的话 要观察孩子的发热的情况 如果孩子发热 也确实精神不好 这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另外还要注意的孩子呢 是不是吃的还可以 另外呢尿的可以 如果他尿少了 也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